网路购物越来越普遍 部分年轻人的使衣 住行生活小物 通通在网上动一动手指 一大批买进来 每一包都不一样 让拆箱变成生活小乐趣 只是有网友碰到 在中国网路平台购买压克力版 下单后 叮嘱卖家包厚实一点 不过实际收到包裹的当下 网友傻眼了 两大纸箱外头 再装订一层木架框 概念就像是手机均用防摔壳 整件商品防撞又耐摔 贴心直奔成为六星级卖家 我怎么可能有办法 自己在家里打开 很夸张 我收到我也会很伤脑筋吧 我先生气吧 谁可以猜那种东西 真的网友签收后哭笑不得上网求助发问 难道要出动电锯吗 短短一篇po文引发热议 网友提出建议 有的是拿板手 有的拿铁锤或者螺丝起子 还有另外一种卖家同样很细心 每个包裹馋得像俄罗斯娃娃一样 一层又一层 还要再一层 事实上中国电商平台跨国运输 买家若想以木框加固就得另外收费 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包装方式 就是要保证商品完好 没有瑕疵的送到买家手里 华氏新闻监狱 聆听洋王之间高雄报导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